攻下一座空城的胡宗南就难受了 牛都吹出去了 想不到最后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要是被老蒋识破了 他这第一门声恐怕也难以承受老蒋的怒火 正所谓演戏演权套 他急忙命令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从战俘营里找来一个人 让他假扮共军旅长 在众人面前上演一场大骂国民党和老蒋的好戏 比如 把总裁叫做蒋介石 骂蒋介石 是卖国贼 骂国民党 是瓜民党 长官 这可是要杀头的 你演好嘛 有人保你的 还给你嘉奖